在今天白天 東北季風強度減弱 許多朋友會感覺到中午的天氣舒適 但還是要特別注意 早晚的天氣是比較偏涼 早出晚歸 出門要注意囉 我們就來看看這未來一個禮拜 臺北地區晚間的氣溫的變化 來看未來一個禮拜冷空氣 什麼時候下來 先來注意到 今天晚上的低溫部分在十八度 溫度形態來說 隨著跟昨天相較之下 已經上升了 因為冷空氣減弱了 接著呢 禮拜四 禮拜五 氣溫的部分再上升些 溫度到了十九度 但要特別注意喔 禮拜五的深夜以後開始 冷空氣又要再度南下 所以我們的兩天的時間 溫度上升 週六開始氣溫降 下一股的冷空氣呢 分兩個階段下來 第一個階段 在週六到週日的時候 第一波的冷空氣進入 使得溫度降到十七度 再來到了下週一 週二 晚上的低溫降到十五度 但更強的冷空氣 目前看來會在下週三的時候接近 低溫就有機會在十四度 甚至到了下週四 有到十四度以下的機會 所以下個禮拜三開始 溫降幅度就會明顯 我們來看一下真實色彩的雲圖了 從雲圖上面 我們可以注意到 臺灣上空 北臺灣雲亮多 東臺灣雲亮多 最主要偏著東北東風 水氣帶了進來 另外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有華南的水氣帶通過 北臺灣上空 有局部的江雨出現 而在中部以南來說 都是天氣晴朗 東半部地區 因為地形的雲層關係 早晚雲層量偏多 明天雲層發展仍然以北部地區 比較偏多 中南部 還有包含東半部地區 陽光都會露臉 接著我們來看彩色雲圖了 彩色雲圖上面可以注意到 雲層的發展在華南跟華中地區 跟江南地區的水氣 正在逐漸的東移 但水氣量已經減少 北方的高壓 也已經進入到東海的位置 但要特別注意 在今天晚上風向變東風之後 中部以南地區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是早晚 都容易有起霧的狀況 這個霧不只線中南部地區 還包含了馬祖金門 兩天的時間有霧 再來等到禮拜五晚上 冷空氣下來 我們的溫降幅度 就會隨著到了下個禮拜 變得更為明顯 我們先來看看 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 已經跟昨天相較之下 可以上升有兩到三度 明天白天北部還是雲多 高溫上升幅度不大 中部南部地區是中午舒適偏暖 東半部地區 早晚在花東地區的雲多 到外島地區的馬祖 仍然偏涼 金門跟澎湖陽光露臉 小滴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夜晚的天氣冷 穿著方面要保暖 中南部清晨有霧 清晨出門行車要注意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您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折扣碼 CTI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